您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着嘎尔丹的故事 康熙29年的8月1日,在距离大清京师不到700里地的乌兰布统 这大清的八旗兵和蒙古的厄鲁特兵打了乌兰布统之战 那么谁赢了呢?要我说呀,这双方损失都不小 咱们先说这个准嘎尔一封 赶尔丹呢,虽然跑了,但是也算不得是全身而退 带了三万人来啊,跑回到科布多大本营的只有三千人 抢掠来的财务呢,是一点也没剩,全部丢弃在了草原上 那也别说啊,是一点便宜没捞着 最后啊,就因为这大清主将福权的昏溃 这赶尔丹烧的手的,在回来的路上还捞了一点福财 这是后话,咱们一会再聊 那咱们再说说大清这方面 从历史意义上讲的乌兰布统一战 这大清朝功不可没,康熙皇帝功不可没 应该是赢了 也就是通过这场战争给外蒙古的诸王宫带来了压力 他们认清了这赶尔丹的狼子野心 最后才决心归降大清 外蒙古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才画进了华夏的版图 那其实啊,这也是后话 这个外蒙古诸王宫决定投靠大清啊 虽然在这乌兰布统治战以前就决定了 但是真正实施惠盟决定,那是乌兰布统治战以后的事儿 这也是后话,咱暂且不提 在咱们今天啊,说开证文之前呢 咱们得多说两句 咱们得说说这福权究竟他有多糊涂 8月1号,战争开始 8月2号,这赶尔丹呢,觉得自己不行了 他怎么觉得自己不行了呢 实际按照这个伤亡人数啊 赶尔丹并没伤亡多少人 但是有一件事情最为可怕 他被清军围在孤山上啊 一查才知道自己的弹药没有了 虽然这赶尔丹的火器啊 要比清军的火器强得多 但是呢,这枪里边没有火药和炮子呢 和烧火棍呢,没什么区别 于是赶尔丹呢,派了大喇嘛,糊涂破图 他的师兄啊,来到这个福权的大营当中 假意一和呀,实则是想借机逃走 这祭龙糊涂克图啊 花说柳说,这福权可就信了 提笔啊,就写了一道军令 军令上赫然有四个大字 就是暂止物机 并且,这福权亲手手术的一道军令啊 还落到了嘎尔丹的手里 嘎尔丹就拿着这道首令 在八月初四就趁夜逃顿了 这半道上啊,不是没有人拦截 第一次拦截的 就是这福权布置在外围的 以便截断嘎尔丹后路的部队 什么沙律啊,班地啊,苏尔达啊 可是无一例外 都是让嘎尔丹用大将军福权暂止物机的这道手运 蒙骗过关了 听到这儿,我想您跟我一样 肯定也恨这个福权啊 牙跟子巴掌长 可是这还没完呢 这福权啊,还天真的派了一位侍卫 这位侍卫啊,叫吴丹 骑着快马,护送着祭龙糊涂克图 去找嘎尔丹 那么是去截杀嘎尔丹了吗 不是,要说呀,追上嘎尔丹之后啊 哎,这老小子还真吓了一跳 他真以为啊,是清军想明白了啊 哎,来追杀他的呢 他一看呢,不是 是把他的师兄送回来了 实际上他是怎么想的 这嘎尔丹是想啊 把这大喇嘛撒出去之后一合呀 他可就不管了 他就要趁着夜色跑了 可是没想到这福权还挺讲理 真把这师兄给送回来了 这侍卫吴丹说 你们别跑远了啊 你们就在这附近 等着我们大皇帝下旨意啊 来处置你们 说完了之后 这吴丹转头我就回去了 这嘎尔丹心的话说 别走远了呀 我能不往远了走吗 要说这嘎尔丹做戏还真足 在吴丹面前呢 就跪在了佛像前 向天发了毒誓 自此再不侵犯卡尔喀蒙古 可是这吴丹刚一走 在回席的路上 他就发了笔福财 抢了附近部落的 羊两万余志 牛马一千余匹 这算是没白来 平平安安的 嘎尔丹呢 回到了科普多大本营 您想想这些事 这康熙皇帝 他能不知道吗 那这么算来 这八月上旬呢 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可是康熙皇帝 并没让大军回京 就在乌兰布同草原上 让清军进行了整训 史书所载 于旷阔之地 布阵明家 就眼不发 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之后 才让这支大军 班师回朝 到了九月份的时候 这皇上心里啊 还没缓过劲来 就在这院 战死的国舅 同国纲的灵鹫 运回了北京 史料所载啊 此时康熙帝 报病 让皇子出城迎接灵鹫 同时啊 向天下表示 自己一定到府去吊宴 您就想想 康熙皇帝 这口气憋得 有多难受 到了十一院 这扶权啊 班师回朝 康熙皇帝 一声令下 大军停于朝阳门外 是不许进城 随同扶权 一同出征的大臣 二十三个人 除了这个死了的 同国纲啊 和这个图麦之外 这两人的遗体 可以进城 其余的二十一人 全要跪在朝阳门之外 跪听异罪 出征的十万大军 唯一受到嘉奖的 就只有 同国纲指挥的火器营 和攻入敌阵的 左翼官兵 获受了头等功 乌兰布统大战之后 远在拉萨的 桑杰加措 就是那个 嘎尔丹的师兄 有着败不开的 交情的好朋友 冒充达赖 发号政令的 西藏 第八 桑杰加措 他又以 达赖喇嘛的名义 给这个 康熙皇帝 发来了一道法函 要以佛的名义 策封 康熙皇帝为 大词普度 西征西服 至圣 上乘 文书皇帝 康熙皇帝 给他回函说 卡尔喀残破 厄鲁特丧败 朕心甚为隐渡 有何可贺 可受 尊厚乎 哎 这个菩萨的尊厚啊 康熙皇帝 不要 实际上呢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康熙皇帝 真的认为 这场乌兰布统之战呢 打的呀 太过丢人 实际上是输了 虽然呢 对全国人民说呀 是打赢了 其次这会儿 康熙皇帝 隐约已经察觉到 武士达赖 应该已经原济了 或者是受到了 苍结加措的胁迫 所以这道尊风 也不是出自 武士达赖的法旨 这么一来呀 要不要 也就真没多的意思 哎 在康熙这儿 这苍结加措 这些小心眼 小把戏 都没玩出去 可是有管用的地儿吗 有 这杆尔丹呢 回到了自己的大背影 科不多 实际上这会儿啊 他后院也不闻 他那好大折 侧望阿拉布坦呢 这会儿还反着呢 占据了原来准杆尔韩国的首都伊犁 这苍结加措呢 又是以武士达赖的身份 出面调节这 苏职二人的关系 康熙皇帝 虽然不吃探的一套 可是啊 在这个侧望阿拉布坦这儿啊 可好使了 这侧望阿拉布坦呢 还真听他的 实际上呢 也是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和畏惧 还就真没举大军呢 去讨伐他这个叔叔 要说这会儿的 杆尔丹呢 正是微弱之时 这侧望阿拉布坦 要是趁他病 要他命啊 那完全是有机会的 要说呀 他不去攻打杆尔丹的原因呢 也是有两个 一呢 是这苍结加措 借助达赖喇嘛之名 出面调停 二 他是真怕他这个叔叔 所以他表示各妻其地各不侵扰 放了前方啊 从科布多裸来的叔叔的媳妇 也就是两个婶 一个是这杆尔丹的大媳妇阿努可敦 还有一个是这小媳妇阿海 这阿努可敦呢 放回去了 阿海留下了 为什么呀 因为阿海原来就是人家侧望阿拉布坦的未婚妻 人家那可是两小无猜的关系 是生生的被这杆尔丹拆散了 把这阿海呀 强行骂到了自己的背窝里 这回呀 不给了 其实当时提出这些论点论调的 就是中原学者 那有人说了 不是中原汉人学者 那是清朝人写的 清朝人也不可能满族人写史 那也是汉族学者的写史 现在呢 连蒙古人都承认了这个观点 中原的很多汉族学者呀 又要给嘎尔丹平反 说这些事啊 都是当年清政府编造出来 抹黑嘎尔丹的谣言 可是啊 你们应该看看蒙古电影去 史诗一样的电影 叫做阿努可敦 里边啊 就是描写的 策望阿拉布坦和阿海是两小无猜的情人 被嘎尔丹拆散了 最起码现在这嘎尔丹呢 他不用担心后院起火了 他和他自己侄子 这点家务事啊 已经暂时平息了 各安其地各不其扰吗 并且呀 自己心爱的小媳妇阿努可敦 也回到了自己身边 至于这阿海嘛 他也没放在心上 他和阿努可敦呢 可谓是真爱 至于阿海嘛 在他眼里 那无非就是一个美女而已 那草原上的美女那多了 您想想 那那唱歌那叫什么 灵花是吗 哎 那在我心里那是德格的美女 扯远了 咱们接着聊 杆尔丹 清准双方 自乌兰布统大战以后 这和平一下子就持续了六年 这康熙皇帝呀 认为这杆尔丹呢 可能是啊 打怕了 每次给康熙皇帝的来书啊 都很千功 实际上呢 这些都是表象 这杆尔丹呢 所驻扎的科布都 距离京师啊 实在是太远了 很多的消息呀 传不到康熙皇帝的耳朵里 实际上就在1691年 这乌兰布统治战呢 是在1690年 也就是杆尔丹兵败的转过年来 他就又领着兵啊 回到了卡尔喀布 也就是墨北蒙古去游牧了 并且与当时啊 在远东驻扎的俄国将军 托布尔斯克的行政长官 名字叫做游金秘密会晤 那什么意思 就是寻求俄国人的支持 好东山再起呗 这康熙皇帝 虽然不知道这些细节 但是对卡尔丹齐人 他有一条批示 他说 而人数狡诈不可深信 须加军力时刻准备讨伐 那您想想 这卡尔丹能甘心吗 他当然不甘心了 他还做着那个 统一整个蒙古 恢复大元帝国的梦 他第一件事要干什么 要渗透 他学乖了 他觉得啊 这会儿的刀把子 不一定真的就管用 他要学会拉拢人心 他要在这康熙册封的 这群蒙古王宫里啊 找到自己的一个盟友 把他拉拢过来啊 好理应外合 可是这老奸巨华的卡尔丹 就没有想到 他拉拢的这个盟友了 那可是康熙皇帝的一位 死忠粉 啊 有这个盟友 没人 真的 没人 那巧 走吧 我们今天 我们下个团社 我们下个团社